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Y点的实验室,我是歪叔 今天天气不错,来到山上抓虫子 看大冬天的,山上还能不能见到虫子 首先看到一个鸟窝 这个其实是一种敏儿科,张朝敏幼虫的巢 掰开看看 这种鹅子幼虫会吐丝,把树叶扭成一团 然后藏在里面吃树叶 里面除了虫子粪便外,啥都没有 我赌这块大石头下面一定有好东西 看到了吗?一只土黄色的青蛙 看样子是被冻僵了 看这里还有一只灰色的 两只小青蛙 放了吧 诶,这怎么有一撮毛 这是啥玩意儿 太阳一晒 这撮毛慢慢融化了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一只黑色的布甲 钻进去了 哇,有两只 抓到一只放手里 呃,有点臭臭的 这里有一只蜘蛛 这只蜘蛛比较大一点 天太冷了,变得很不灵活 哇,这里又是一只青蛙 看它肚子上的颜色 我总感觉这只青蛙有毒 两只西瓜虫 蜷缩起来 怎么都不肯生长开来 瞧我发现了什么 想不到吧 这大冬天 野外也能碰到蟑螂 一只幺蛾子 抓住了 长得真丑 再见 这块大石头下面肯定有好东西 果然 两只奇曹 还很小 应该是最常见的白芯花金龟 非常漂亮 看这 有一只蜜蜂 哦 原来是石牙银 这家伙长得非常像蜜蜂 右虫以牙虫为食物 成虫变成西石花蜜了 这只苍蝇也开始西石花蜜了 看它的舔西石口气 老厉害了 诶 看到个大家伙 在上面 好多 要不抓几只回去玩玩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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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